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了妻子纪云 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 如今两人在一起已有六年多了 并育有三个孩子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顾成常年以卖水果为生 并以此来养活一家五口人 不久前他因为要外出进水果 于是就让妻子纪云带着三个孩子 去丈母娘家住上几天 那几天他和妻子一直有联系 也没发觉有什么异样 可等他从外地回来后 再次给妻子打去电话 妻子接电话时 语气明显很不耐烦 电话里还不时传来催促 让他挂掉的声音 顾成不解 于是买了一束花后 就直奔丈母娘家去一看究竟 此时他发现妻子和孩子 都被丈母娘他们藏起来了 不知所踪 他再次拨打妻子的电话时 已经无人接听 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妻子突然变成这样 他走到妻子房间的窗户边 不停地叫着妻子的名字 可妻子始终没有现身 就在这时 纪云的婊嫂一看到顾成 就怒不可遏 他对顾成破口大骂 说顾成不配为人 他不顾自己妻子的身体情况 执意要纪云为其怀上第四胎 因为一连要了几个孩子 纪云供给糜烂四度 医生曾经建议纪云不要再要孩子 否则搞不好会因此而闹出人命的 再者 顾成和纪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所以现在就不该再要四胎 因为顾成和纪云之前所生的三个孩子 大部分都是妻子和丈母娘带的 顾成基本没怎么管过孩子 在纪云再次怀孕后 家里的亲戚问顾成 再要一个孩子要怎么养活时 顾成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 亲戚听了以后觉得他很不负责任 气得想打他一顿 外出回来的丈母娘看到顾成的到来很是气愤 她追着顾成不停地打骂 后面众人才从纪云的口中得知 当年纪云和顾成在一起后很是气愤 因为那时候纪云才18岁 而且当时还是师范学院的就读的大医学生 纪云在认识顾成后就被他骗去了贵州老家 从而导致学业中断 等纪云的父母知道时已为时已晚 因为18岁的纪云已经怀了孕 不得已两位老人只好勉强同意纪云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就在老家简单白了酒 纪云和顾成也算是成了家 婚后小两口一直住在纪云的娘家 但是顾成好吃懒做的行为 让纪云的父母感到很不满 后面为了让两个人能够一起好好生活 纪云的父母拿了七千多块钱给顾成做成本 批发水果来卖 可顾成并不争气 此时的纪云的舅舅爆出了另一件事 他们觉得顾成之所以想要第四个孩子 完全就是想要骗钱 因为纪云在外打工的弟弟意外身亡 工厂赔给他父母一共八十多万 自从得知有这笔赔偿款之后 顾成就三天两头地问纪云的父母要钱 他前前后后从纪云父母那拿走了三十五万 说是拿来做生意 可拿到钱后 顾成并没有做出什么名堂来 他还想继续问岳父岳母要钱 看到他这样一点生性都没有后 纪云的父母决定 不会再继续给顾成的钱 让他们感到气愤不已的是 顾成这时还想要纪云继续替他生孩子 甚至扬言说 要让自己的妻子给他生一个足球队 听到顾成这样说后 纪云的父母以及亲戚都很气愤 因为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那么多年 但却一直都没有领结婚证 对此顾成解释道 当初他跟纪云在一起时 因为纪云的年龄不够 所以就没法跟他办理结婚手续 但不管是结婚时还是孩子满月 他们家都有白酒席的 后面调解员跟纪云进行了沟通得知 他一直都很后悔跟顾成结婚 因为他跟顾成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顾成就没有带他回过老家 甚至结婚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见过顾成的父母 他们的孩子长那么大了 顾成家也没有任何一个亲友 来看过他们的几个孩子 纪云坦言 顾成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男人 他明知自己身体不好 还一直要求他为其生孩子 可孩子生下来后 顾成又不管不顾的 这让他很是失望 因为这么多年来 顾成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失望 慢慢地 他就对其死了心 他很后悔 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 小小年纪就放弃学业 嫁给了顾成 他以为结婚后 顾成会好好地和他一起 撑起他们的小家庭 谁知顾成却一点担当都没有 不仅对他和孩子漠不关心 同时对他父母的态度也是很差 他觉得 在顾成眼里 除了钱就是钱 听完纪云的一番言语后 顾成立马反驳了起来 他说自己一直都很爱纪云和三个孩子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们一家五口都是靠他卖水果来养活的 这时顾成他们的大儿子走了过来 顾成马上走到孩子的身边 想抱起孩子 可孩子却表现得很抗拒 不愿意让顾成靠近自己 对此顾成表示 孩子之所以会对他那么抗拒 原因是他为了水果生意经常忙 所以他就很少跟孩子待在一起 自然孩子就跟他不亲了 他希望纪云能再次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好好改正 可纪云并没有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 最后纪云表示 顾成一直在欺骗他 就连自己的岁数都做了假 之前他以为顾成只比他大八岁的 后面才得知 顾成居然比他大十二岁 他觉得顾成一直有意骗他 因为顾成曾告诉过他 他只比自己大八岁 婚后他才得知 顾成居然比他大了整整十二岁 这让他很难接受 说着说着 纪云家的亲戚走过来想要打他 但却被劝住 最后纪云说 因为家里只有他和弟弟两个孩子 但弟弟已经去世了 他决定留在父母身边 好好地孝敬父母 弥补这么多年来 自己对父母的亏欠 他希望顾成能放过他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从今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们母子四个人的生活 直到无可挽回妻子后 顾成无奈同意跟纪云分手 但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挣钱 承担起一个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 顾成和纪云终究还是分开了 他们的经历让人唏嘘不已 看完这个视频后我特别的气愤 真不知顾成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们前面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 他还想让老婆再帮他生上第四个孩子 之前真是一直对老婆和孩子不闻不问 没有尽到一个为人父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又逼自己的妻子再生一个孩子 不知道顾成的这个勇气从何而来 在他眼里生孩子就跟小时候过家家一样 不需要负责和陪伴 不管妻子多苦多累 他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面对岳父岳母老年丧子之痛 他采用默然的态度 能骗则骗毫无人性可言 说实话 作为一个成熟和有责任感的男人 应该多替自己的妻儿着想 更应该有所担当 而不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后 自己却做起了甩手掌柜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容易的 当得知妻子有严重的妇科病时 懂得体谅自己妻子的男人 一定会做好措施 防止妻子意外怀孕 因为宫颈弥虽然不是绝症 但得了这病的女性 身体总会有很多不适的地方 既然医生已经告知了顾成 妻子得了这病后 怀孕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 作为丈夫的她 应该以自己老婆的身体健康为重 体谅一下老婆才对 而不是天天逼着妻子 继续给她生孩子 因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些压力 更何况自己还经常帮不上妻子呢 只管生不管养 生再多孩子有何意义呢 众所周知 养活一个孩子 不管是精力上还是金钱上 要花费多少呢 要知道孩子不是说说就会长大成人的 顾成真的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有体贴自己的妻子 和愿意帮衬自己的岳父岳母 她应该努力挣钱养家才对 可她不仅不懂得感恩 反而从岳母那里 把妻子王帝的补偿金骗走 拿去挥霍一空 然后又气气而而不顾 说实话 这真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 难怪她的岳母 以及亲友看到她后 是如此的气愤 要怪只怪她不争气 让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远离她 同时还不肯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凡事皆有因果 她最后的下场都是自找的 怨不了别人 不过说实话 纪云是爱她的 至少曾经爱过 要不也不会在十多岁的年纪 给她生儿育女 大概是爱极了她才会这么做吧 同时纪云的父母 也是两位善良的老人 自己还在读大一的女儿 本应该有个好前途 可因为认识一无所有的过程后 还意外怀孕 不得已 同意女儿嫁给一个 比自己大的男人 还出钱出力 帮助女婿创业 实属难得 儿子意外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女婿一句话说 自己想做生意 两位老人二话不说 立马拿出几十万块钱给女婿 为的就是让女婿好好做事 让自己的女儿和外甥女们 有个安稳的家 稳定的生活 可现实很残酷 女婿骗了所有人 而且已经把钱挥霍一空了 然后又回来苦苦哀求 请求原谅 这换成是谁 都不可能接受得了的 都说半个女婿一个儿 希望故城通过这件事 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知错能改 努力赚钱养家 好让妻儿 有个安稳的生活 也让对自己有恩的岳父岳母 劳有所依 劳有所靠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